歡迎大家來到世秋頻道 我們在前面的頻道裡面 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 我們今天就在這裡 來幫大家來快問快答 如果你的照片只是要印在報紙上 像這樣的一個最終目的 是不需要你用到Leica鏡頭來表現的 但是如果你的影像最終 是要在畫廊裡面 用24吋的 24英吋的影像來讓觀者來看的話 那很肯定的Leica鏡頭的影像 就要比日本鏡頭的影像 要更優秀一點 70年代數位科技出現之後 出現了電腦 出現了電腦運算之後 其實全世界的鏡頭的好壞 其實是差不了多少的 也就是說那個差異是我們一般人 這種肉圓是很難分辨出來的 所以鏡頭和相機的選擇 基本上是要看你最終的目的在哪裡 如果你最終目的只是一般的資料性的顯示的話 就是在哪裡發生過什麼事情等等的 這種其實你的手機就已經十分充分的 最終你的影像是要在哪裡被呈現出來 這個考慮是必須要有的 那一般來說我們應該講說 85%或90%的喜歡攝影的人 其實最後他的影像都只停留在螢幕上呈現而已 我們一開始最早講的 螢幕上的影像和紙張上的影像 其實還是有巨大的差異的 那基本上對色眼有專精研究的人 其實都不會去根據自己的螢幕上的結果 來認為那是最終的結果 最終是要不管你是用噴墨也好 用乳化銀的巷子也好 最終顯現在那個紙張上面 用反射光來讓我們肉眼看得到的 那樣的影像才是真正對攝影的愛好者來講 那是最終的他的這個結局 就是最終的結果 我們可以這樣告訴各位 也就是說光圈和快門 基本上是處理模糊的工具 那我們也都知道光圈控制景深 景深其實就是控制 我們的影像上面的清楚和模糊的範圍 一樣道理 快門速度原來也是為了要控制 我們手持相機的時候震動所產生的 如果在快門的控制上面 你如果是震動的話 那就不像景深一樣 它可以控制清楚和模糊的差距 快門就是讓整個畫面 如果你的快門太慢的話 整個畫面就會完全模糊了 光圈快門速度 其實要關係到你的目標在哪裡 你的攝影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最終的目標是要做 這個美術館牆上的24英吋以上的作品的話 那的確你需要了解光圈和快門的差異 或者是如何故意反用那些原則 在數位科技之前的影像往往是這麼大 尤其是你是有名的藝術家做的作品集的話 通常都是盡量放大 盡量放大的時候 那個畫面裡面的清楚和模糊的中間的差異的 那種感官上的享受是可以被讀者享受得到的 但是當你的畫面只有這麼大小的時候 即便這上面有差異 模糊和清楚的差異 我們還是享受不到的 光圈快門速度 ISO這個在現在這個時代 當我們的主要的攝影的器材 載體影像呈現的媒介都是手機的話 這一切都沒有意義 所以也因此你可以看到 你的手機上面是找不到 可以調整光圈快門速度和ISO的地方的 它最多就是它事後告訴你 它當初幫你決定的 科技的發展讓我們的隨身裝置 它要得到的這個訊息是由 原先設計這個裝置的所有的工程師 很努力的要幫你得到一張理想的照片 而不是拍照的人想像的照片 所以反而我們在想要創作的藝術家們 反而不能用手機 其實也就是這個原因 基本上要如何能夠讓你的影像能夠有美感 或讓人家感動 其實那個原因跟節點 你得要從視覺語言開始學習 視覺語言有201項的項目 我們一項一項要學習 那這個視覺語言的上面還有圖像的語言 就是這個繪畫和攝影和電影和視頻相通那些語言 從Boward House的視覺語言系統發展而來的現在的PLE 就是首先讓你要學視覺語言 再過來你要學圖像語言 在圖像語言的上面再來學媒體語言 這個媒體就是攝影這個媒體 用乳化銀感光材料 把光學影像變成化學影像的這樣的媒體 它所具備的特質 所以這些語言的系統如果你都學會的話 其實只要用你的本能把相機拿起來按快門 它就一定是很好看或有用的照片 所以攝影構圖和視覺設計 是用本能的反應讓你的作品能夠變成美感 而你的作品能夠有美感的基礎 用的方法就是全世界的美術或藝術學院裡面採用的 從Boward House發展來的視覺語言的系統 再上去圖像語言 再上去媒體語言 這些東西你都能夠掌握住的話 你的本能就對你的影像的美感有明確的掌握了 在視覺語言之下還有影子的語言 影子的語言之後會講到空間感 之後我們會講到時間感 空間感一定是在時間之前 因為我們現在任何一個瞬間存在的是在某一個空間裡面 而當秒針一秒一秒過的時候才有時間跑出來 所以空間感必須要先處理 而時間感必須在後面處理 而在時間感之後 我們才會處理理性的空間和感性的時空間 而這個理性的時空間和感性的時空間 就是這位同學的提問講說氛圍和情感 那以這氛圍和情感基本上比較不是從光影來的 比較多的情感是來自於時間的氛圍 譬如說我們講Twilight的時候 這個時候最容易讓看的人能夠有感動 感性的訓練其實和你能夠在藝術家的原作前面欣賞他的作品 或者是在大的劇院底下你去看藝術電影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學習到非常多的 藝術家所詮釋的時空間感或者是情感或者是氛圍 常常把去美術館看藝術作品 不是只有攝影而已 因為對攝影的喜好者來講 最有營養的其實是攝影之外的其他媒體的藝術作品 包括藝術電影 所以你的視覺的經驗 有更豐富的經驗的時候 很自然你的本能的反應 就會更有豐富的情感內容在裡面 作品的視覺的美感絕對不是你被公視來的 絕對是你的本能出發的 如何培養你的感受力和你的創造力的本能 影像書寫的文筆上面 我們有九大能力 第一個是掌握優勢敬畏的能力 第二項就是視覺語言和它的結構 第三項就是在視野在你的照相機的範圍裡面 積極地經營視覺動力的一個能力 第四項就是影子的語言 第五項就是影像的媒體語言 到第六項就叫做影像的語意 這個叫Semantic Meaning 再過來就是用很多張的影像排列在一起 藉著影像和影像之間的脈絡的關係 就是我們講的語境 就是脈絡的關係 讓影像互相能夠黏著變成一體 那這種是叫做 我們稱為叫做影像群的使用的方法 這個也是影像書寫文筆的其中的一種 那第八項就是使用經典的圖像 或者是這個雕塑的作品 來做你的影像的創作 這種叫做影經據點 再加上在世秋手教的多元解讀影像 這樣的一個能力就是影像書寫文筆的九大能力 每一個人在這個九大能力裡面擅長的 或偏好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很自然 這就會形成每一個人獨特的風格了 那至於獨特性其實是 你對這個世界的詮釋的方法 建立你的自己的思想體系 別人看事局是這樣看 但是我是這樣看 而這樣的看法才是所有藝術家 能夠在大家都在同樣的環境 時光環境裡面 我和你不一樣的地方 而這個獨特的個性就在於 你對世界的看法 你對人生的看法 有你獨到的見景 這個當然和我們強調的 你要多看、多吸收、多思考 這樣的能力是有關的 以上就是我們對這些 快問快答的回覆 如果你還有對攝影的任何問題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在未來的 寧文寶達的單元裡面 來做更詳細的回覆 請各位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再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